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1974年陕西省临同县的一位村民 在旱季挖井取水的过程中 无意间挖到了一个陶制的人头 当时他还觉得挖井挖到人头 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锄头下去 挖出来了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那颗陶制的人头正是秦始皇陵兵马俑 人头被发现的位置 后来被命名为了一号永坑 随着兵马俑的发现 考古学家们很快确定了秦始皇陵的位置 他就在陕西西安以东临同区的丽山 整个秦始皇陵分为陵园区和丛藏区 总面积达到了56.25平方公里 是故宫的78倍 公元前247年 13岁的嬴政刚刚登上了王位 就开始了陵园的修建 历时39年 共有80多万人参与到建设当中 直到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才全部完工 足以想象这座地下宫殿的壮观程度 实际秦始皇本记中 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说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机箱灌树上去天文下去地理 以人于高为主 渡不灭者久之 专家们猜测这是说 秦始皇陵以水银构造出中国大地的山川地理 在牧师的顶部还刻有日月星象图 由此象征着秦始皇死后 依然可以仰观天文复查地理 以保佑秦朝的世代昌盛 只可惜天不随人愿秦朝只经历了三代君主二世而亡 秦始皇死后的第三年秦朝就覆灭了 中华地理上第一个大统一王朝为何就如此短命呢 传说中的绝佳皇陵风水 为何没能保佑秦朝千秋万代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秦始皇陵背后的风水秘密 公元前259年秦始皇嬴仲出生 关于他的身世 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说 他是秦庄襄王子楚的儿子 但是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又说到 吕不韦与角色舞姬赵姬同居 后来赵姬有了身孕 一次子楚到吕不韦家做客饮宴 对赵姬一见钟情 起身向吕不韦敬酒 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自己 吕不韦一开始是非常生气的 但是后来想想 自己为了子楚的政治前途 已经散尽了家财 势必要成功不可 于是就顺水推舟 将赵姬送给了子楚 赵姬隐瞒了自己有身孕的事实 嫁给了子楚 后来就生下了嬴政 可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 对于秦始皇的身世有着不同的记载 司马前估计自己都搞不清楚真相 于是就有了后来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 嬴政他爹究竟是谁 但甭管他爹是谁 嬴政13岁时继位 22岁时开始亲礼朝政 一上台就手腕强硬 除掉落矮 把把持朝政的重负吕不韦逐出都城 从而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随后重用李斯 王俭 蒙田等人 对六国发动了进攻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 大秦铁骑横扫六国 公元前221年 不到40岁的嬴政就完成了统一大业 创建了皇帝制度 实行三宫九卿 以及统一货币度量横厚文字 在军事上北极匈奴南征百岳 清朝的疆土不断的扩大 秦始皇在位期间 一面大规模派人在全国各地寻找 长生不老的灵丹庙料 另一方面又着手修建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陵墓 为自己的身后室做两手准备 而秦始皇陵的修建 遵循了古人誓死如誓生的观念 陵园区仿照了秦朝都城 咸阳的布局建造 大体呈回字形 由内向外分为四个层次 最核心的位置是地宫 然后依次为内城 外城和外城以外 内城和外城之间 有车马坑 真秦益寿坑和陶俑坑 外城以外有马就坑 人训坑 行徒坑 修灵人员的墓葬400多个 一切建筑都是以秦始皇陵的地宫为中心的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位于陵园东侧1.5公里处 兵俑总数量达到了8000个以上 而且每一个兵俑的面部表情 神态 样貌都有所不同 应该是秦始皇命人 按真人部队1比1打造出来的 1981年考古专家们在对秦始皇陵 风土土壤检测中发现了明显的拱异常 由此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 以水银模拟百川江河大海所言非虚 2002年考古界专家利用摇杆和地球物理探测技术 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全方位的无损勘察 虽然在秦始皇陵周围发现了无数的盗洞 但内部的文物依然摆放整齐 所以推断秦始皇陵未曾遭受过大规模的盗掘 秦始皇费尽心思修建如此宏伟的陵墓 就是为了在死后仍然能够坐拥百川大山 指点秦朝江山保佑子孙千秋万事 可其实秦朝的命运早在秦始皇驾崩之前 就已经写定了 下面咱们就来聊聊 嬴氏祖坟秦始皇陵 以及秦朝命运之间的一条暗线 温馨提示本期内容脑洞过大 请大家务必当成一个故事来看 先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九百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周孝王室秦仁的祖先生活在西荣之地 也就是今天的天水市清水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区一带 后来秦仁经过九都八千 不断地将都城向东迁移 从秦义西全秋到千亿平阳雍城京阳 一路摆脱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外族的威胁 直到公元前三百五十年定都咸阳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基础 但是在九都八千背后 其实还有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话说在商朝末年 商咒王昏庸无道 周五王激发在江家的辅佐下起并伐咒 当时商朝有一名重臣名叫非联 誓死效忠商咒王 在五王伐咒之时 非联恰好出使在外躲过了一劫 但是不愿看到家破人亡的非联 集结了商朝的残余势力 发起了反周富商的行动 最终被东征的周军斩于东海边 非联的长子名为乌来 次子名为继胜 非联死后 周朝担心商朝的移民再次作乱 于是决定将他们通通发配边陲 那么发配到哪去呢 西周的开国元勋周公弹 琢磨了半天琢磨出来了一个好点子 那就是西部犬戎之地 那里自然环境恶劣 同时还要担心各路戎人的进犯 被发配的流民只能选择乖乖的效忠周朝 但是这次周公弹是聪明反背聪明物 之前我们说过中华龙脉始于 万山之祖昆仑山 此后分为北龙中龙南龙三条干龙 覆盖了整个中华大地 而西部犬戎之地 恰好就在三条干龙龙脉截穴之地 非联的长子乌来 其实就是秦始皇的直系祖先 他的后代就是后来的秦人银氏 也就是说周公弹直接把流民 就发配到了龙穴之上 不过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银氏部落依然是岌岌无名 直到他们的祖先妃子出现 从周朝第七代天子周一王开始 国世日衰 四方的狄龙交替入侵 第八位西周天子周孝王上台之后 为增强军力非常重视改善马政 而此时周孝王听闻西部犬戎之地的妃子 善于养马 于是就任命妃子主管千水 为水交汇处的朝廷牧场 在妃子的拐美之下马儿是养的又肥又壮 马群也迅速的壮大 周孝王一高兴就将秦义赏给了妃子作为封地 那秦人银氏也从此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公元前782年 西周第十二代君王 也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位王周幽王继位 周幽王沉迷女色宠溺包四 最终导致西周诸侯国申国联合西一犬戎发动政变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秦人妃子的后代秦乡公率兵救州 浴血奋战 辅佐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将都城东迁 从此东周开始 周平王顺利将都城迁到洛邑之后 不但封秦乡公为诸侯国秦国的第一代君王 还许诺说如果秦国能够驱逐犬戎 那么大家的地盘都归你 从此秦国建国 而且名正言顺的开始了四方征战 可以说秦人的崛起与妃子养马的绝迹是分不开的 但事实上秦人祖先与马之间的缘分早就已经结下了 我们常常听老一辈人说祖坟冒清烟非富即贵 秦朝都城从秦义开始一路东迁 迁移的过程中也一路留下了不少秦人的陵墓 那么秦人的祖坟到底是在哪呢 仅在陕西境内就有三处秦先祖陵园 他们分别是雍城陵园 纸阳陵园和临同秦始皇陵园 也是秦人四大陵园中的二三四陵园 可是秦人的一号陵园却一直难觅踪迹 我们知道秦发源于西戎之地 也就是今天甘肃所在的位置 那么秦人的祖坟还得在甘肃经内找 1987年甘肃里县的一位农民 在自家山头种地的时候 挖到了几件破旧的青铜器 农民觉得这些青铜器很有可能就是死人用过的东西 不吉利就拿到了国营废品收购站 换了一些柴米油盐补贴家用 这些青铜器后来就辗转来到了考古学家的手中 因为其独特的样式和上面刻有的名文 专家们很快就断定这是先秦的物件 就这样上个世纪90年代 甘肃里县大浦子山发现了秦人的第一陵墓西垂陵园 也就是银式的祖坟 大浦子山位于里县永平乡和永兴乡的交界处 西汉水的源头与里县烟子和香蕉汇 形成了两山加一河的独特地势 西汉水以东的河谷平坦开阔一马平川 以西则山势险峻窄蜿蜒蜒 西垂秦宫陵园西北方向 四条粗壮的小山梁齐齐向北出发 奔向前方开阔的河谷地带 在风水上这被称为是天寺初旧 出自于宋代张栋玄所著的风水占星著作《御随真经》 天寺初旧者救马成群 出于高山落于平地 马群层次分明 仿佛就在等主人一声下令奔驰而来 除此之外 马以草为石 草以水为貌 天寺初旧的地势少了水是不完美的 而西垂秦宫陵园园前宽阔的西汉水上游流域 就是其人发展壮大的根据地 这也预示着此地的主人与马有缘 因马而富贵 天寺初旧作为西垂秦宫陵园园的主要风水元素之一 对于秦人的影响极其深刻 秦人对马的真爱和器重 可以说贯穿了整个秦朝 一开始秦人的兴起得意于马 立国靠的是马 后来统一六国 更是离不开车马战队势不可挡的攻势 就这样秦始皇凭借着远大的谋略 强硬的手腕和祖宗的加持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嬴政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这个称号的人 在统一六国之后 他觉得秦王这个称号已经不能满足自己了 他认为自己的功绩堪比三皇五帝 于是就自称皇帝 随后还规定镇这个字只能是皇帝来使用 镇的象形文字左边是一个舟右边是一个转 意思是舟中火种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 百姓依水而生 舟是水中出行打猎的重要工具 象征着富裕 而拥有火种就相当于拥有了权力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所以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天下财富和权力都是皇帝一个人的 由此可见秦始皇的野心和自负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 在统一天下之后 秦始皇为了巩固王权 进行了一系列有为天道的骚操作 众所周知秦始皇自称立之后 就一直是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屡次派徐福出海 最后徐福是顶不住压力一去不复法 但是秦始皇并没有就此放弃 公元前215年 秦始皇再次派方氏卢生 入海寻求长生之术 卢生这一去是晃悠了几年 但是心中深知 哪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呀 于是就带回来了一本路途书 来搪塞秦始皇 书中有一个预言是说 王秦者狐也 卢生谎称这是神仙给自己托梦 让自己把这话转告给秦始皇的 秦始皇一听大惊失色 有人要灭我大秦 那还了得 他把预言中的狐理解为匈奴人 于是派蒙田北极匈奴修筑长城 长城的修建除了明面上的 放哨预警和防御的作用之外 还有另外一层隐藏的深意 那就是挖断北龙龙脉 长城沿北龙龙脉的南侧修建 有效的阻挡了北龙龙气向南的扩散 最终修建长城的主侍者猛田 被秦二世胡害赐死 在史记猛田列传中记载 临死前猛田曾经说到 我罪该万死 从林涛至辽东修建了万里长城 不可避免的挖断了龙脉 这是我的大罪 但秦始皇在位期间 并没有仅仅满足于挖断北龙龙脉 当他巡游至金陵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的时候 身边精通风水的术士说道 这里山清水秀 天子气即盛 五百年之内恐有新王朝 根据三国之无书 尹将表传记载 秦始皇听闻此话之后 立刻命人挖断了紫金山 埋下了大量的金银玉气以镇压龙气 然后凿开方山以引淮河水进来 这条被挖断的龙脉正是南干龙 就这样中华大帝三条干龙龙脉 只剩下咸阳所在的中龙龙脉 没有被秦始皇破坏过 这还没完 普通皇帝修建陵墓的时候 往往是寻龙点穴 寻找最佳的风水宝地 可秦始皇偏步 他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最强帝王风水 也就是在先天气场较强的地势基础之上 通过人为的改建 最终形成人工的风水大穴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临桐区以东的栗山脚下 西安是中原的心腹之地 位于中龙龙脉的秦岭段北路 间于黄河与长江之间 也是中龙龙气凝聚之地 位置定下之后 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龙气引入墓穴 引龙气首先讲究的就是陵墓的深度 汉旧仪中有一段关于秦始皇陵的描述 说秦始皇命丞相李斯 组织了72万人 挖了足足37年之久 关于秦始皇陵的深度 目前还是比较有争议的 有些考古学家说是30米 有的说是50米 据说华裔物理学家丁兆忠 曾经带领团队用高科技探测 得到的深度是500到1000米左右 如果真的是这个深度 那就相当惊人了 在保证深度的前提之下 还要汇集天下聚气之灵物 首当其冲的就是集万人意念 所形成的气场了 这让人很容易想到古代的人训制度 但是如果以大量活人殉葬 短时间内的大规模生死转化事件 很有可能会增加墓宣内的煞气 得到反效果 所以没错 秦始皇就转换思路 制作了大量的手办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秦始皇陵兵马俑 除此之外 皇陵中的水银呈水状 但实际上是一种金属性质的东西 跟风水上的水石 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能够达到聚气引流的效果 龙气引来之后 就要考虑如何将龙气给留住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嬴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 每灭掉一个国家 就会模仿该国的宫殿样式 在咸阳仿造一座宫殿群 随着六国逐渐被秦所破 咸阳宫中也有足足270座宫殿 雄伟壮观 同时秦始皇还下令 让二十万户赋予人家 搬到咸阳来居住 目的就是要让咸阳 成为一座 惠及官柜之气的巨型都城 以存龙气 但是先天引来的龙气 太为强盛 还需要作局化解 使其变得柔和一些 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俄房宫就是画龙局中 最关键的建筑 关于俄房宫至今为止 还非常有争议 它到底存不存在 有多大 项羽那把火烧的到底是不是俄房宫 目前我们看到的俄房宫遗址 就是一个大土台子 包括一个巨大的前殿夯土堆 一个上天台和一个瓷石门 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是被项羽烧 也应该有一些烧过的痕迹 怎么就剩一个光溜溜的土台子了 既然这个土台子有什么用呢 于是就轻而易举下了一个结论 俄房宫不存在 不过根据2002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专家李玉芳最新的调研结果 俄房宫确实是存在的 只不过在当时并没能建成 像一把火烧掉的也不是俄房宫 而是咸阳宫 俄房宫的未完成 就冥冥之中成为了秦始皇陵风水局中最大的败笔 按照原本计划 俄房宫殿门前将有12个巨大的金人镇守 12大金人应该与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某个构造是遥相呼应的 以此来化解后天聚集来的强大龙器 秦始皇陵阿房宫和咸阳各处的宫殿以永道相连 秦始皇公元前220年下令以咸阳为中心 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池道 相当于现代社会的高速公路 这也就是秦朝的另外一项重大的工程 池道在风水上又起到了气道的作用 由秦始皇陵聚集的强大龙器 经过永道流入阿房宫 在阿房宫经过化解之后再导入咸阳城 之后经过池道流向全国各地滋养着整个秦朝江山 堪称完美 秦始皇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以国家为棋盘下了一盘大棋 虽然说他也有很多的功绩 但是驻长城毁龙脉 修池道建秦始皇陵 制造兵马俑还有阿房宫 这哪一样不需要百姓们巨大的付出和汗水 可以说战乱过后秦朝百姓不但不能够休养生息 还需要每天面对繁重的劳役和说不尽的赋税 这个时候就连天道都看不下去了 秦始皇冥冥之中成为了他棋聚中的一颗棋子 该落下的时候还得落下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旬途中突发急症驾崩 年仅50岁 秦始皇驾崩之后秦始皇陵还在修建 阿房宫子刚刚开了个头 他一手操办的完美风水局成为了一个残局 未被化解的先天龙气强势涌入咸阳城 继位的秦二是胡亥又镇不住这股龙气 结果暴力的龙气直接摧毁了整个秦朝 华夏第一帝国三年之后崩盘 秦始皇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 那句王秦者胡也中的胡 并非指的是匈奴人 而是自己的亲儿子胡亥 所以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秦朝跌宕起伏的命运 正印证了那句话 心尽理 心之所达 理之所致 你的好心才是你的好风水 好了 今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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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